大家兴趣的早上好 想问一下你是否有过类似的经验 你驾车到某一个陌生的地方 然后在回家的路上 就感觉回来的路似乎比去的路还短 就即使你是沿着同一条路 而且是完全相同的距离 感觉上回家的路上就比较短 这很有可能就因为在回家的路上 你已经知道了那个路线 你知道是的过了这个红色的大楼 我们就快到家了 再拐两个弯 然后直走 我们十分钟就到家门口 除此以外 你也清楚知道你的家 你的最终目的地在哪 长途跋涉即使会很累 但当你脑海中有个清楚的目标的时候 或清楚的目的地的时候 那忍受就不成问题了 这个原则不仅只是在价值上如此 对我们日常生活也是如此 想想想想想你整个生活的目标 你整个生活的目的地在哪 我指的不是职业目标或未来十年发展的目标 我指的是生活的目标 我或许不认识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说 你必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所有人无一例外 必须面对死亡 这个问题 你是否有想过 如果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最终都不能带进坟墓 那么生命的秘密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所有的奖辈 胜利 成就 最终都会被摧毁 或者是被别人取代 如果你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那你很容易就会被生活的风暴 记得 另方面 如果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 那么这个目标 这个目的地将带给我们希望 它将帮助我们度过人生最黑暗的时刻 圣经中充满了类似的例子 比如说在新约里的西布来书第十一章 他列出了一些人摩西 亚布拉罕等等 他们在艰苦 艰苦生活环境中 仍然全心全意的活着 在这个名单的最后 是耶稣 我们读到圣经里面写着 耶稣 他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 如今 已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 这是希伯来书 第十二章 第二节 这里写着 耶稣 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 耶稣忍受了最残酷 最无耻的死亡 在十字架的死心 是保留给当时恶劣的罪犯 当有人指责我们做错事的时候 我们已经很难受了 但耶稣 身为唯一一个从来没有犯过罪 唯一一个完美的人 竟然在十字架上 被当作罪犯对待 但是耶稣不但没有记从 他反而轻看了这书 圣经里面写到 耶稣是如何忍受这一切的呢 因这摆在他面前的喜乐 耶稣能忍受这一切因为 他看到他面前摆着的喜乐 这是什么喜乐呢 这当然不是什么一般的喜乐 不是财产 不是金钱 这喜乐 使他能够度过人类最黑暗的一刻 到底是什么样子 前面的章节给了我们一个提示 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就是前面的第一章 写着 第十一章第十节写着 一座有根基的城 一座由上帝亲自设计建造的城市 这是耶稣 摆在耶稣面前写的 在这个城市里面 上帝会擦干他们所有的人类 在这新城里不再会有死亡 不再有悲伤 不再有哀好 不再有痛苦 这不是某人想象出来的安慰 耶稣的门徒们 清楚地知道这个希望 因此他们愿意到死 到死也不否认耶稣 不仅是当时 而且是今天世界上 今天世界上有超过三亿的基督徒 因为他们对耶稣的信仰而受到逼害 如果这只是一个空想出来的安慰 他们倒可以直接否认耶稣 然后找其他信仰 但是没有 即使处境变得极其困难 他们坚持不懈 因为他们深知 一个跟随耶稣的生活 比他们在这个世界上 所能拥有的任何东西 都更加值 他们的目标 是耶稣的天国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的目标能够给你真正的希望吗 还是可能你还不清楚 人生的目的地在哪 耶稣仍受了十字架 不仅是为了让他能够坐在上帝宝座的路 但是这也与你息息相关 耶稣仍受了十字架 以便你能进入这个新的城市 因为我们的罪 我们不能进入这个神的新城 完美的城市 一个没有死亡 没有痛苦 一个完美的城市 只有凭着完美的生活 才能进入 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为什么 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 死在十字架上 他的这个死亡带走我们的罪 使我们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 他的死亡与复活 给了我们这个能力 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 进入这个神的新城 只有耶稣能给你那确定的希望 无论是死亡 还是生命 无论是天使还是魔鬼 无论是高处还是低处 都不能使我们从这个希望分开 我邀请你 亲自阅读圣经你的福音 亲自 来认识这位救世主 只有这坚定的希望 才能带你度过人生 最困难的时期 感谢你度过来的 请你度过来的 怎么感谢 我给我 希望您再度过来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